多謝大家 一個星期五下就留到最後聽我的分享 今天的題目是分散色版面對三道圍牆 至於哪三道圍牆呢 我們稍後會逐一講一下 我首先很簡單地介紹我自己 叫高重建 我主要的身份是 現在是一個文字工作者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舊式的說法 是一個blogger 即是很舊的 好像沒有人說blogger 或者說blogger 可能是代表他在Instagram上投資 但我比較舊式的 就是在Webpress上每星期會寫文 除了寫文章之外 我自己過往出過四本書 其中一本是叫區發展社會學 兩年前 三年前 區發展社會學的 金錢媒體與民主力再想像 同一個名字 即是區發展社會學 也是我每個星期會發文章的周報 就會用這個題材去環繞 題目是怎樣利用區發展 去幫助重新演繹 金錢媒體與民主這三樣東西 討論這個題材 今天這三樣東西中間的一樣 就是媒體 即是怎樣利用區發展去做好媒體的 或者說資訊的自由 剛才說的三道場 第一道就是關於通路壟斷的問題 因為我們說出版 而出版業是很受通路或書店的壟斷所影響的 這個是台灣 大家可能未必那麼熟悉 講台灣 但是如果你有留意台灣的新聞 或者也會去台北旅遊等等 可能會知道這件事 大概這兩三個月 台灣產業裡很多時候都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實體書店很難生存 當然實體書店一直都不容易生存 但是最近幾個月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一些大型平台做一個很大的打折 譬如是MoMo MoMo就是台灣的電商 大家可以類比 好像一個Hong Kong TV Mall 台灣的版本Hong TV Mall 或者是博客來的賣書 他們就會做到譬如 打一個七折賣書 打六、八折等等 那是什麼概念呢? 如果這樣說打七折 大家可能未必很明白 有什麼大不了呢? 因為書箱在出版業裡 書箱給書店 一般就是給七折給貨 譬如你是聚研書店 這樣就算了 你是獨立書店 你問出版社拿書 就是七折 一百元本書 你就七十元拿到 那就視乎你打不打折 如果你打九折 你就賺二十元 如果你不打折 就賺三十元 就是三十百分的無理 但問題是 平台本身就會打到七折 甚至乎有些會打到六、八折 所以你作為實體書店 你是很難去做的 甚至乎如果有一些 很實際的事情 書店可能很好走的 不過上網很方便 我去書店看看 看對了 我就拿手機出來上網賣 所以台灣就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香港也有這樣的問題 但台灣就嚴重一點 而對於這個平台來說 其實這件事也很合理 就是在商言商 因為譬如你說 對大型的電商來說 其實賣書不需要賺錢 因為你可以透過賣書打折 可能虧了一點 吸引了人上來 然後他會買肉 買菜 買電器 買其他東西 你賺了客人回來 所以就有這個問題 而這個問題當然 除了大型平台之外 其實香港也有 所謂三中商 三聯中華和商務 也壟斷了很多線下的渠道 但其實純粹說他們壟斷 幾個中資也未必很公平 因為如果是說電子方面 其實是更加嚴重的 因為我們說 紙本的書壟斷得很厲害 那個渠道 其實電子版是更加嚴重 就是一個Kindle 或者台灣中文的話 就是幾個 幾個就玩了 是比紙本書還差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嘗試做一個分散式出版 所謂用的什麼方法呢 其實技術上是很簡單的 大家聽過就知道 技術含量是很低的 大家不用擔心 我用賣書 這個QR Code是不合作的 純粹是一個舉例 已經過了 我現在用這個天宮開密 許可餘真 就是我們早兩個月 開始賣的書做例子 我們怎麼做呢 就是雖然我們賣的是電子書 但是我們一樣 都會和獨立書店合作 在每間很多書店 有這本書的介紹和海報 也都有一個QR Code 而這個QR Code 是針對每一個書店的 譬如你去聚研書店 獵人書店 或者等等等等 某間書店 你會看到這本書的海報的介紹 以及看到QR Code 而你所謂用QR Code 就付錢 我們自己背後的平台 是知道你是在國安書店賣的 即時就會拆回三成給他們 這個其實技術上 大家我想技術背景都知道 其實很簡單 但是只不過問題是 傳統上 電子書和獨立書店 甚至乎和大型書店 都是無關的 書店好像覺得在電子書的世界裡 他們好像完全被排除了 因為他們只是買紙本書 當你賣電子書 你就會用電子書的渠道 譬如直接在Kindle店購買 或者直接在Google Play購買 直接在Widmo等等 如果你看中文書 台灣的那些平台購買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乎 會覺得電子書是他們的敵人 因為越多人看電子書 就越少人買紙本書 就等於他們沒有生意 而我們現在用這種方法 就是嘗試去賣電子書得來 亦都可以去包括傳統的渠道 這是另一個例子 信良寫書店 是一間在台北東門的書店 大家未必有去過 是一間小型的獨立書店 他在做一個嘗試很有趣的 就是他本身除了賣實體書之外 他亦都放了幾部閱讀器 在他的店面裏面 閱讀器就放了一些電子書在裏面 這個是我自己上一本書的例子 他放了一本書在裏面 亦都有QR Code 即是變成你一樣可以 就算是電子書 你都可以去實體書店的店面試閱 然後看對了就送QR Code來購買 最重要就是如果你去這樣的渠道買 我們亦都會把一本書價的三成 作為通路費 分給這個通路 嘗試這樣解決那個通路被壟斷的問題 這是另一個角度 看回傳統紙本書的分潤模式 典型是這樣的 那些字我不知道會不會太細 一般來說就是三成會比通路 作者那邊就會拿10% 其實10%可能是相對好的 有時會拿8% 剩下來的60%就是出版社的 但我其實不是企圖說 邊撻出版社賺這麼多等等 其實出版社都是辛苦經營 因為出版社就說六成而已 但它要排版 它要做封面 它要印刷 它要物流 它要存倉等等 香港各樣東西都貴 尤其是存倉等等 你一賣 譬如一些書一般來說要一千本 一拆了貨 然後賣不去 然後又要很多很多成本 所以其實整個都是很難做的 而我們現在用分散式出版的那種模式 這個我不能夠說是一種標準 但是我們會不斷建議的話 我們自己的做法就是 通路的分成是保留的 都是做三成 我先介紹了 但是作者就提升到 由10%提升到三倍 分到30% 剩下出版社就拿了40% 要做的就是 依然都是有排版 編輯 推廣等等 這些 但當然它可以省了 就是省了物流 省了存倉等等 印刷這些成本 紙等等 當然其實傳統電子書一樣是這樣 但傳統電子書的情況 我這裡沒有列出來 其實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傳統電子書 基本上平台是不會跟通路合作等等 它有另一種玩法 我們討論到下一道場 就會有一點提到的就是 下一道場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 尤其是在今天 今天在open source的conference 是比較適合去討論這件事 就是一個一個的封閉花園 我這裡的畫面 是我自己的iPad mini的截圖 大家的iPad最下那一行 全部都是常用的app 我全部都是讀書的app等等 就是有一個kindle apple books google playbooks cobo witmo 等等 其實五個app 甚至乎有第六個 不過我沒有再放進去 全部都是看書的 其實既然是看書 為什麼要用六個app呢 就是好像你有六個email account 可能都是用一個email app 去讀六個email account 為什麼我要這樣呢 就是因為很簡單 就是因為每一個書箱 它都會用一種closed garden 封閉花園的形式去做 我拿著kindle 我就只能夠用kindle的app 或者kindle的閱讀器去看 反過來 如果我拿著個 cobo的閱讀器 主要看中文的書 我就只能夠在cobo買書等等 一個是很封閉的環境 那封閉的環境 問題在哪裡呢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問題就是 用戶或者讀者 從來都沒有真正擁有那本書 其實你想真點 其實你是長期地向那個平台租用書 就是你長期都可以看到那本書 但是其實你是沒有辦法自己 own 到達到他有一天不做 你那些書就會沒有了 當然你的反應可能是 Amazon怎麼會不做 你死他都沒有死 Amazon這麼大怎麼會不做 但是正正就是 我現在6月 Amazon就說不做這個中國電子書店 當然我也認為Amazon是不會死的 我也是這樣認為 但是他不會死 他可以撤出部分的市場 他可以下架某本書 可能認政府的要求 下架某本書 而我們 乖不乖他見仁見智 也都可能很難怪他 因為如果他要在某個國家經營 他就要守某個國家的法律 他要應某個政府的要求 尤其是如果是法院班的要求 他說這本書違反當地的法律 要下架 那麼他就沒有辦法 可能就要下架 而他下架呢 是會將你 甚至乎你曾經拜過那本書 你本書在Kindle裡面 他都下架會令Kindle裡面的書消失了 就好像現在這個情況 我以前在Kindle中國買的電子書 因為他不再做中國的電子書店 其實他已經處理得比較好 就不會說令我沒有了書 但是問題是 我要特意delegate一部Kindle的閱讀器出來 去儲存那些書 才可以繼續看那些書 就不能夠說 我就要保持住 保持住一部硬件 特意為了繼續看那些書 就好像過去 所有有DRM 即是有鎖的 我當遊戲才算 大家可能要為了保持住玩遊戲 繼續保持住那部PS2等等 因為當你沒有那部機器之後 你就不能夠再繼續玩遊戲 是同一個情況 這個就是封閉花園 去令到我們造成很大的不便 那麼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提倡分布式出版 分散出版提倡另一個方法 我將它稱為鼓勵正版 允許翻版和消滅盜版 那句話有些咬喉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首先 我在做這個準備的過程裡面 找了一些資料 尤其是在台灣分享裡面 發覺台灣給中學生的一些教材裡面 有一個教材很有趣的 他說教大家什麼著作權 要尊重知識產權等等 他就說自由成可貴 智慧格更高 當然我也很尊重知識產權 也知道大家應該都很尊重知識產權 但是是否將知識產權提到那個 價值是高到沒有東西可以超越它呢 是否沒有其他的選項 是否沒有其他的考慮在裡面呢 我是很有保留的 而所謂的翻版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也借一借這個權威為基百科 他說什麼呢 翻版就是盜版 盜版是指在未經版權所有者的同意之下 去進行複製 換言之 反過來來說 如果版權所有者是同意的話 這就不是一個翻版的行為 所以我自己上一本書 就是用了一種方式 就是這個Fundance出版 我將它稱為這個授權 將它稱為版權所有翻印不舊 這個八個字 大家可能有七個字都很易熟能長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版權所有翻印必舊 我將它改了一點 就是告訴大家 這本書是可以翻印的 希望是一個比較在地的說法 就是讓大家記得 而大家如果對創意的評論 有認識的話 就應該會知道 其實那八個字說的 其實就是創意的評論 其實就是創意的評論 的精神 不過創意的評論 這些都不是新的概念 今年已經二十周年 我自己都是長年的會員 亦都做很多推動 但是坦白說 我覺得成效是極之有限 我想跟open source 是差很遠的 open source 今時今日 可能大家都是幾十年歷史 open source 今時今日已經是一個 幾乎可以說是軟件產業的 一個予設的選擇 就算是microsoft等等 以前很封閉的公司 現在都很支持open source 但是在內容方面 創意的評論 我覺得 走了二十年 接受程度是很低的 甚至乎認識的程度 都很低 所以我嘗試用一個所謂 在香港或台灣 用一個比較在地的說法 版權所有翻譯不夠 希望令大家記得 創意的評論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我這裡可能不夠時間去說太多了 大致上列出來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將授權方式的 另外兩個極端都放進去 最頂其實就是所謂的CC0 或者說public domain 因為現在早排NFT的熱潮 很多人拿回CC0出來說 其實就是等於什麼規限都沒有 我自己一般來說會用CCBY 其實都已經很接用CC0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如果你用我寫的東西 你只需要引述出處 留一條URL 引述作者是誰就可以了 其他就算是商用等等 都是可以的 而在這裡越來越restrictive 到最底就是我們最常見的 所謂版權所有翻譯必救 英文就是copyright always reserved 一個這樣的光譜 就是由最寬鬆到最緊的光譜 而中間有不同的選擇 譬如限制不可以用在商用 限制不可以修改等等 這些就是中間creative comments 各種選項 還有另一個例子的就是 我自己的上一本書 本身是一個電子書來的 就是NFT書 就沒有印到實體的 有一個讀書會裡面 就有一位讀者 把那本書印出來 給他有簽名 我覺得這件事很窩心 但是在版權上 這是完全容許的 甚至乎 不單是他自己買一本書之後印出來 甚至乎他如果再印多十本八本 用來賣某書店 其實都是容許 而且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幫了資訊的流通 而他去印去找人買等等 也有成本 他賣回錢也很應該的 還有另一個例子 就是 其實是一個YouTuber 在介紹市場上的兩部電子書的閱讀器 就是Books的Tip Ultra 和Ultra C 我不是說閱讀器 這兩部閱讀器是一部開放式的閱讀器 它純粹是一部Android機 就是它不是跟隨了一個自己的封閉花園的書店 而是你可以把任何的 沒有上鎖的E-POP 或者PDF 或者其他格式的書放進去 它應該放了 我剛才所說的 《天空開密》 《余珍》的書 所以第二道場 我想做一個補充 就是我剛才說的例子 是我們自己 因為我作為作者 我可以做自己的決定 就會最主張是用Creative Comments的方式 去授權的書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 或者不是每個內容都必須要用Creative Comments 但是重點就是我覺得最起碼 希望是一個沒有上鎖 就是沒有DRM的作品 就是你依然都可以用一個比較傳統的方式 可能因為有作者 或者因為有出版社的考慮 用一個傳統的Copyright Always Reserved 但是依然都可以用沒有DRM 沒有上鎖的 令到大家 譬如我面對一個亞馬遜 中國不再經營了 下架 我可以自己拿回書 自己擁有 自己管理 不需要受制於它的DRM等等 而最後一個今天談的第三道場就是 資訊審查 第三道場 大家很可能都會知道 在上個月的新聞 就是香港的圖書館 大量下架了很多不同的書 也包括很多中小學等 它都下架了很多書 事實上 其實這件事不是上個月 而是過去的兩年 甚至三年都是持續下架了不同的書 只不過是上個月傳媒報出來 去到發現到一個比較大批的下架潮 因為國安它有一個審核 就是給予很多意見 這個康文署等等 特首就這麼說 他說這些書 仍然可以在私人的書店買得到 如果讀者想買的話 是可以買得到的 換言之這些書不是禁書 不是早兩天申請禁某一首歌 那種禁 不是犯法 不過 它的意思是 作為圖書館 我們就不收了 你要買就在外面買 但很明顯 這裡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 第一 其實並不是好像李特首這樣說 出去外面買就可以買得到 因為很多書其實已經絕了版 基本上每一本書都會 絕大部分的書都會面對絕版的命運 就是說 我說絕版無關政治或者什麼事 而是你本書本身有生命周期 而你印刷 你基本上每印一本書 通常都會印一千本等等 所以你買到某一個生命力 如果沒有足夠的多人去買 出版社就不會再加印 就是你可能印一版 再印多一版 再印多一版 如果是金融 就一直印下去 但絕大部分的書都不會是這樣 所以 剛剛新聞報道那兩三百本書 其實絕大部分都已經下架 都已經絕了版 在市面上買不到 就算真的曾經在市面上買得到 即是既然它印過 不要說兩三版 即是說香港應該有一千人擁有這本書 但是 我作為一個後來者 我想找回那本書 我去哪裡找這千人出來呢 其實是沒辦法的 幾乎可以說沒辦法 當然你可以在Facebook上叫 有沒有人有這本書等等 但是你沒理由每天都這樣做 所以分析出版 其中是想處理的事情 就是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我這裡繼續用 《天公開密口的如真》這本書 做一個例子 它會是怎樣去呈現呢 首先你會見到 這裡是一個截圖 在書架裡面 你會見到這本書的基本資料 這裡見到273個人 持有287本書 即是有十幾個人 他手頭有多過一半 而這些人是誰呢 他亦都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見到這些人是誰 有些人就選擇用他 可能用錢包 保持他自己的一定的私隱度 有些人就會把他自己的名字 或者他的網名直接放進去 如果大家作為一個 你想想這本書已經絕版 事實上這本書已經絕版 因為剛剛出版了 但假設這本書已經絕版 你可以看得到 這本書有哪一千個人 擁有呢 我要問他借可不可以呢 等等 你可以見到那些人是誰 其次呢 那本書的文本 即是文字 或者封面 是同時放在一些分審的儲存 一個就是IPFS 這個是 今天沒有時間仔細講 但是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點對點 端對儲存的方案 這裡是我自己機裡面的IPFS桌上 看到有389個PEERS 分佈在全世界各地的 即是荷蘭 哥斯達尼加等等 即是比較遼靈 我也不知道哥斯達尼加 在哪個地方等等 變得他不會是因為一個單一的 可能國家禁了一本書 或者單一的技術事件 比如海底電纜斷了 而令到某本書就無法接觸 另外也有另一個 都是分審的儲存的方案 叫R-Weave 他跟IPFS有點相似 但是就是強調 他會 今天沒有時間去談那個 仔細的機制 但是他強調 他是會永遠地 你付了一次錢之後 他永遠地會幫你儲存這些資料 而第三個相關的技術 我們叫ISBN 就是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ntent Number 他就很像我們熟悉的讀體書人都會知道 所謂的國際書號 ISBN是由每一個國家的政府去批出來的 譬如在大陸 要出一本書是很難的 因為ISBN是由政府發的 而一般人是不會那麼容易拿到ISBN的號碼的 ISBN就好像一個區塊點版的ISBN 實際上他技術上是一個JSON的linked data 視覺上或者說雷聞 對於讀者來說 其實他好像 你想想傳統的書 他最後都是一個版權頁 天公開幕的如珍也是差不多 最後一個版權頁 但你要留意一下 他是沒有一個ISBN 他只有一個ISBN 就是大家如果掃到的話 可以掃一掃這個 否則的話 其實我這個DAC都會公開 你可以時候數一數 你就會看到裡面的資料 至於授權方式 我剛才有介紹 這本書是用Creative Commons去做授權的 對於我來說是沒有特別的 我自己一直以來十幾年都用Creative Commons 但是我想在這個機會 讚一讚這個書的作者 就是董家張先生 因為他作為一個知名的小說家 在香港文學圈 港台文學圈也相當有名 是很少有傳統的作者 願意用Creative Commons去授權自己的作品 他走出了這一步 給了一個很好的參考文學圈 或者這個所謂的文壇 這裏就是ISBN 我剛才說的那幾樣東西 可能大家未必可以visualize 到是怎樣 我趁還有四分鐘 我想給大家演示 實際上是怎樣的 例如這一個是我自己的書架 你會見到《天公開密號如真》這本書 這裏是一些基本資料 剛才也見到有273個人 持有287本書 有些人有兩本 實際上是誰呢? 我們看到的 未賣出去的那些 就全部都在作者手上 然後就陸續賣出去 我們也見到 甚至可以見到鏈上的資料 他什麼時候在做過什麼 即是由作者手上 發了給某一個買了這本書的人 留下的說話等等 全部都會見到 有些人是用文化貨幣買 也有些人是用法幣買的等等 我們再看一些細一點的數據 就是會見到 這裏有剛才我講的資料 剛才我提起有ISCN 那些文本存在IPFS和RWIF上面 我們都可以看看 ISCN就是這樣的樣子 我們見到它的各樣data data其實就是鏈上的數據 IPFS上面的資料 大家可以見到IPFS的link 而因為IPFS它本身不是儲存 在個別的某一部特定的伺服 所以萬一某些伺服 去down了 你也可以繼續 用剛才譬如 我顯示出來的 是400個字點 事實上會不止 你可以下載這本書的epop 或者PDF 我現在用自己的data 就慢一點 用一個PDF Anyway 我不等了 時間有限 可以看到各種 或者我可以最後看看 我自己的書 因為在我們的設計 在NFT書 每一本書都是獨一無二 雖然它有一千本書 但是跟傳統的書不同 就是這千本書 並不完全一樣 它的封面是不同的 這裡是我買到的書 我是第七個買的這本書 就是006號 00到我排到第七就是006 作者留了一句說話給我 又是作者給我 這裡就是 有點像飄書那樣的感覺 就是 如果你連結回到上下 以前在圖書館借的書 最後有一張紙 會看到 那本書 由誰 即是吸了很多印 有個印 這個就是 感覺 那個呈現出來 這裡 我要繼續下載一本PDF 我暫時不理會 講完最後一兩張slide 就是 而這些資料 全部都是儲存在 即是剛才講的 ISDN那些本書的meta data 全部都是透過底層的blockchain 去傳 這個是我剛才的截圖 就是過去那兩分鐘 例如你看到 過去兩分鐘的transaction 有些人就 做了一個新內容 所以有一個新的ISDN的record 有些人就在那裡 傳不同的coin 或者發本書出去等等 就全部都是存在 那個blockchain上面 而這個blockchain 就是由 現在是50個red data 一起去記帳 這裡我的圖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那10個組織 7個genesis 創世的red data 他們共同去持有 共同去記帳 即是分散在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的server 時間關係 剛剛好 就夠時間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這裡是我的小小的資料 不過 QA恐怕沒有時間了 不過 我也在這裡 所以 過會之後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想在台下可以談 我看看可不可以 最後給你們看 對 剛才下載的書 比較慢 但是 一來用IPFS 本身就會慢 二來我用回自己的資料 就會拿了一個PDF 然後 因為是一個普通的PDF 沒有上鎖 所以 我可以用電腦看 可以用IPAD看 或者可以用任何閱讀器看 打破了剛才說的三道場的問題 一來我可以經不同的獨立書店購買 二來我本身沒有上鎖 三來的本書是放在 在這個decentralized storage上面 去避免 因為 譬如圖書館不收錄 就已經找不回一本書等等 或者政府乾脆禁了這本書等等的問題 那 那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